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翠西问答 那翠西问答是一档全新的栏目 目的是想又宽又好的回答更多的大家的问题 因为一期一期的做二选一真的是太慢了 那如果你也对像奢侈品包包 奢侈品品牌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每个星期都会有相关的视频更新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来自这位朋友 想卖牙 想让我聊一聊金币包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是留在了我之前做的一期 香奈儿这一季秋冬包包的一个怎么说呢 解析 所以呢 它显然指的就是香奈儿金币包 那香奈儿金币包呢 通常有这么几种形式 那我其实具体不太清楚小麦啊 具体指的是哪一种啊 那我们就全部把它们拿出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像图片里面这一种 就是把金币做在链条上面 它是链条的一部分 那还有呢 就是把它挂在链条上作为一个挂式 那这个挂式呢 有的时候是金币 有的时候呢 可以是其他形式的 比方说像这一季 它就有一些暗星形状的挂式 那还有那种形式呢 就像一个徽章一样啊 它就直接坐在这个包身上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呢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金币的存在其实是一个装饰意义 多过于一个实用利益的一个存在 是吧 那我个人来讲啊 你让我多花几百块钱 因为通常我知道像这种带有金币的一些设计的包都要比不带有金币的设计的包 同类型里面都要贵啊 所以呢 我看来你让我去付这个钱 仅仅是为了这个装饰 我是不太愿意的啊 但是 但是金币包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季节性款的一个象征 它会让人很容易知道 哦 飞这个包的是一个 不是一个刚入门的玩家 即便你是一个刚入门的玩家 你入了这个包 你飞出去 人家还是会觉得 哦 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萌新 就是他知道 哎 通常刚入门买香奈尔肯定会去买一些经典款 而不是一些带有非常强烈季节性色彩的包 对吧 那么 你想不想给人有这种印象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那对我来说呢 如果我非要为一些季节款买单的话呢 我会更愿意去买它的金球款啊 就是像有一个金色的球 然后它是可以调节这个肩带长度的 因为这个金球款呢 它也会比其他的没有金球的款要贵一些 但我觉得它贵的直 直的地方就是可以调节肩带的长度 因为我们知道香奈尔的包呢 它大部分肩带不能调 所以呢 其实是对不同身高的朋友不太友好 但是如果可以调节的话 我觉得我是会愿意为了这个多出来的功能买单 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装饰意义的东西买单 那小麦芽 谢谢你的提问 希望呢 我的回答可以给到你一些启发 好 那下一个问题呢 来自这位朋友Bella Tsai 她想让我聊聊这个LV的Petit Mail Soup和Bloom啊 这些词我念的肯定都是错的 这位他们是法语的 我是按照英语的念法来念 那不熟悉这两个包的朋友呢 可以看这边的表格 表格里面呢 我是非常详细的列出了他们各个维度的一个对比啊 我不在这边赠述 因为我不想让这个节目的时间变得特别长 你们可以暂停这个视频或者截图来具体去看这里面的数据啊 那这两只包呢 其实在我看来啊 如果你们了解我 我是一个实用之上的人 对不对 所以在我看来非常好选啊 我肯定会去选Bloom啊 虽然这个包也不是我在LV里面最喜欢的 但是这两只对比下来呢 我肯定会选这个牛角包 那为什么呢 那很简单啊 首先它价格便宜啊 然后呢 它的容量也要大一些 再几次呢 它整个的 我感觉上它的可搭配性要比边上那一只Mail Soup要好搭配很多啊 那Mail Soup这个包呢 我觉得就是它绝对不是我的菜啊 它就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它好像自带的元素太多了 其实我非常理解它的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它其实是想做一个软箱包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LV的这个硬箱包非常的火嘛 然后它之前出过那个迷你的硬箱包 对不对 然后出过那个迷你硬箱包呢 很多人说啊 可能有点贵 或者呢 容量不够大 所以呢 它出了这么一个软箱啊 那你看啊 它上面有多少元素啊 它首先八个顶角都包了脚啊 然后还加了锚钉 然后还加了一个Lockage tab 然后呢 它还加了一个手柄 而且呢 是一个单手柄 就是必死强迫症那种 就是一个手柄 然后就不对称的 再加上金链子 还有一个宽的肩带 这个宽的肩带本来我就不喜欢 然后加在整个上面之后 我觉得整个包就是 这个比例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因为它下面那个身体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上面那个宽肩带有感觉存在感非常的强 整个放在一起 我就觉得有一点太吵了 就好多元素堆在一起的感觉 那很多人就会问 那那个小的硬箱 它其实也有很多元素 你去看 它也是八个角都包了 然后有毛钉 对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LV标志性的这种锁扣 前面有三个锁扣 但其实你要想 它那个小硬箱为什么成立 因为它就是一个箱子的样子 你想象一下 它箱子长什么样子 就是长那个样子 所以它把它等给离缩小之后呢 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它整个线条非常的硬朗 所以在硬朗的线条上面 加这么多元素 你可能觉得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软箱包 它本身现象是一个比较软滑 就是柔和的 一个软的 然后你加了这么多元素 我就感觉就是有一种 碰碰的 然后堆了好多东西 非常臃肿的感觉 就没有那种给人这种非常硬朗 精致的感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你不得不说呢 这个软箱包是一个非常具有识别度的包 它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时髦的单品啊 如果你是一个时髦达人搭配的好的话 尤其是如果你喜欢走一些比较偏前卫和街头的这种风格的话 这个包应该是会蛮出彩 所以呢 我其实不太知道Bella你是一个什么样 就是比较平时着重 比较平平无奇啊 追求一个比较偏保守风格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那个牛角包会更容易驾驭一点 好 下一个问题来自这位朋友Linda Yang 她给了我一个试剂难题啊 她说 如果我只能有一款LV老花包是哪一款 呃 这个真的很难回答啊 然后我特意跑到LV的官网上面去看啊 就浏览了一圈 它屋前官网上面的老花包 然后我看下来呢 我觉得我要作弊一下啊 什么意思 就是用两种思路来考虑这个事情啊 第一种 假如说我只能有一只老花包来作为收藏的话 就不考虑价格 不考虑它的实际使用意义 实用性什么都不考虑 那么我会选哪一只呢 我会选那个圆帽箱 就是那个硬的 圆的帽箱 不是最小的那个 就是正常那个petite啊 那么这只包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这只包真的就是 极其了LV很多经典的元素 比方说它LV是以座箱包出名的 对吧 那它就是一个箱包的形状 虽然它不是一个箱子 但它是一个帽箱 带了一个箱在里面 箱子 对吧 然后呢 它有这个LV的老花元素 当然没有问题 再有呢 它还带了一个lugage time 因为其实LV最早就是做这种旅行箱包嘛 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iconic的东西 那这个包呢 你说它小吧 还好 它没有特别小 因为我们知道它有一个mini版本就更小 对吧 你偶尔应个集里面放一些东西还是可以的啊 然后你不要用最大的那种手机啊 用一些正常尺寸的手机还是可以放进去的 我觉得拎着奥格造型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你不用光放在那其实也很好看 那我为什么没有选那个方的印象包呢 我觉得方的那个印象包可能更小一点 一方面是容量更小一点 更不太实用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它就是太过硬朗了 不像这个圆的帽箱包 它其实就还蛮有一种艺术感存在的 你就放在那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艺术品 所以我觉得拿来收藏是蛮不错的 还是蛮看好它一个长期的一个保质的趋势 那第二个思路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只能有一支LV老花拿来用啊 考虑这个实用性的话呢 呃 我其实这其实可能也是挺作弊的 我的想法是我想要一个Speedy 20 我要那根宽肩带 或者是Diane 我要那根宽肩带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那个宽肩带 但撇开这个宽肩带之外啊 这两支包真的挺好的 其实我最早是想的是Speedy 25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Speedy的造型 就是既优雅又经典 容量还很够 那但是呢 25呢 说实话啊 就根据我现在整个的一个生活状态 其实是有点大的 就平时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包 那既然它出了20这个尺寸 我觉得非常好 为什么不掉一个20呢 其实20已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需求了啊 然后Diane这支包呢 我也非常的看哈 它最近推出来的嘛 它是一个复刻 复刻其实已经帮我们验证了 它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 几十年你都可以用 都不会让人觉得有过时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包的内部的设计啊 结构啊 都非常的合理 它还有一个背后可以放手机的一个插带 对吧 那也可以当夜小包 因为它包本身也没有很大 很大的包当夜小包可能有点尴尬啊 它那个尺寸是可以的 那装一根长的肩带做鞋框包也是ok啊 它也没有很大 因为其实太大的包也不适合鞋框 对吧 所以它多用性来讲的都是非常好 就是这根宽肩带也是让我爱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两只包Speedy这个造型和Diane这个造型 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用下去 用很长时间编出去都不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包好像有点过时了 所以如果我只能拥有一只老花的话呢 我真的会很认真的在这两只包里面进行一个考虑 那么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呢 来自旧位朋友啊 应该是文池耶 耶 希望我没有念错你的名字啊 那他想问的是这个香奈尔的Jersey Classic和爱马仕的Pickety 就是菜篮子22 黑色啊 都是黑色 这两个包怎么选 那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 为什么我拿来说 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 因为其实这两个香奈尔价格真的是越来越贵了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在考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养马了 就不要再去买香奈尔了 所以呢 就想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 那么首先啊 我们来看这两个包都啥样啊 那最图片也是放在这边啊 那Classic flap大家肯定很熟悉 对吧 但是呢 Jersey 什么是Jersey呢 Jersey是一种布料啊 是一种特殊的香奈尔以前用在他们那个服装上的一个布料呢 后面它放到包上面啊 那么Jersey的Classic flap呢 说实话是一个比较难买的 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季节款啊 不管是在一手还是二手市场上面 你都是不太很容易能买到 像目前的话呢 我看一下官网 官网上面呢 有这么一款的这个Jersey 那这款Jersey呢 它上面是布满了这种珠宝式的这种订珠啊 那这款官网上没有标价 那没有标价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到店去自己去问嘛 那问下来肯定我觉得是一定会超过五位数啊 那超过五位数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Jersey这个包 应该会比正常的皮要低一点 但不会低很多啊 还是会蛮贵的 价格呢应该会远远的高于一个普皮版的Picketing 菜篮子22 甚至我觉得可能会高于22的这个Touch 那Touch呢 其实就是鳄鱼皮拼的这个普皮啊 我觉得肯定要比那个也要贵一些 好那说完了这两个包简单的一个介绍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啊 你要怎么选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这两个包都没有 你既没有Classic 5也没有Picketing 那我建议呢先买Classic 5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肖鱼儿涨价真的涨得太多了 而且我觉得它会一直继续涨啊 所以呢 就早买早划算 而Picketing呢我个人感觉它不会涨太多 我感觉爱马仕其实还 从价格方面定价来讲还挺良心的 它不太会说明下次涨太多 但是呢它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啊 那肖鱼儿呢它就非常明目张眼就涨价了 所以如果你这两个包都没有的话呢 就先买Classic 5 那么买Classic 5 如果你是买你第一支Classic 5 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去买个皮的 因为虽然说Jersey这个包是可遇而不可求 挺难买的 但我觉得可能更适合用于收藏 因为毕竟它是皮的 如果你要考虑经常拿来背着用的话呢 你一定要能够接受它这个折旧程度跟磨损程度 它可能会是比较快的 好 那你已经有这个预算 想说买一个Jersey了 那我觉得你不妨在边一边可能添个一两千块钱 甚至我具体不太清楚 感觉可能差价就是一两千块钱 买进啊 那你去买一个全皮的Classic 5 可能会更好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Classic 5皮的 那下一支包你在纠结 我是在投资一个Jersey的Classic 5 还是投资一个Picketing菜篮子22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你就这么想 你想不想体验一下 爱马仕的这个品质做工服务 如果你想的话呢 你不妨去尝试一下这个菜篮子 因为菜篮子这个包本身 我觉得还算比较的实用 不管是从容量啊 还是平时的这个可搭配程度来讲 那就算你体验下来 你发现啊 我最后可能不会成为他们一个长期的客户 那也没关系 那这个包你也没有说买的有多么的亏啊 就是还是一个比较 比较实用 比较可以能够日常一直用的包 对吧 至于Jersey的Classic flap呢 我真的是比较推荐你喜欢Classic flap这个样子 并且呢 这也不是你第一只Classic flap 然后你可能想要说买过来 作为一个收藏 或者说丰富你的这个Classic flap 就是Classic flap 那我觉得未成不可 呃 但如果你是想作为第一只包的话 我个人觉得可能要三思啊 因为这个毕竟也不便宜 再考虑到它本身一个布料的一个时间耐久性 可能要比皮质的要差一点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它的这个折旧程度可能会比你想的要快一些 希望呢我的回答可以给到你一些启发和建议啊 那也谢谢文池的提问 好了那这就是这一期翠西问答的全部内容了 也欢迎呢大家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说说你们的看看啊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